夕阳又一次的落幕了,生命再一次的洒出辉煌,洒向光明,洒向黑暗,洒向冰封了万年的心。 奇迹,生命如一支薄薄的酒杯,经不起轻轻的挤压,我们的一生其实就是在小心而顽强地照顾着它,让生活的美丽满意集中。 于是,当我们听到它轻轻的破碎声时,那经济与震撼就好似风暴轰鸣于心中,我们的一生得到过多少呵护,那些欢乐的机遇,不求回报的福利,有的我们感受到了,有的随着时光的流逝,永远如春风,如雨漏,悄悄地伴随我们的一生,这一切都是爱,他们一点一滴地流到我们生命之中,复利了生命的庄严, 生命的壮美,生命的归还,生命的蓬勃,生命让我们充满敬意,可当今社会上,随时会喷的一生,我的世界就从此停留在那黑暗的角落里,曾经一个个同胞成为了黄嘟嘟的棋子,任由他们摆弄,试问何年何月,大家才能拆除这个定时的炸弹。 二,现在,许多未成年的青少年,由于他走错了小小的一步,因此阅读银贵书籍,观看色情影视,进入色情网络,从此到至, 一,贫力删写,精神为你,丧失廉耻,遇到的知心,二,成绩下降,甚至逃学,旷课,不在家过夜,以及退学,三,进入了犯罪大门,如常见,非离等,而不能自拔, 一位某中学十四岁的小明,因一次无意浏览了色情网站,而从此不能自拔,日夜浏览不良的网站,日复一日,他感觉,越来越不够意思,然而他设法强接了一个还没懂事,只有替罪的小孩,最终小孩的父亲知道了就报了警,经调查, 这个正出于皇族时代的少年,竟强接了这个小孩十几次,以上例子,因为他是青少年,好奇心较强,对世界的分辨是非能力低,因而一个不经意,而导致了他走进了犯罪道路, 所以我提倡大家,积极配合有关部门,严厉打击不良网站,书籍,警示,如发现就要及时举报,使得黄消失的无影无踪, 使得痴迷赌博的人,一,输掉自己的血汗钱,甚至导致卖物又卖钱,二,也有人走上犯罪,三,浪费时间,使得自己很疲劳,无一定是工作和学习, 指名是一名高中的尖子车,依次令别人的煽动而走进了赌场,由于他第一次赌钱就赢了很多,因此使他深陷于赌博之中,成绩也一向千丈,但后来总是输, 由于比如吴娜他就跟父母要,父母不给这劝说他,他一时失去理智,竟跟外人一起去抢击他父母的人, 他父母就反抗,他就残忍地拿起了菜刀向他父母插去,就跑了,指名的父母因流血过多,而指名因谋财害命而被判无期徒刑, 赌博是一种不害人的工具,是有害无力的,虽然这算是娱乐行为,但也会上瘾,所以我在此还是劝告凡是赌博的人, 请愿离这个危害品,想象你身边的亲人还是那么的需要你,愿你能悬崖热马,回头是岸, 毒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,吸毒,吸毒就像你将会成为牢骨口中的食物了,现在的人往往去吸毒,都是为了追求潮流,追求身份,追求神奇, 然而导致自己走向死亡之路,伤害身边的人,吸毒者犹如是毒品的傀儡,吸毒者被一举一动,都由毒品控制, 用得上书中后就学会了吸烟,认为这样很威风,后来他看见有些同学, 把一包白色粉末状的东西放进香烟里,吸后眯住眼,得意洋洋, 他从此就信了犯罪的结果,吸毒火上的瘾,是一种摆脱不了的魔鬼, 慢慢的侮辱宫口,最终将自己的一切都给毒品夺去了, 让他们的一生从此摆落在黄毒毒三兄弟脚下, 虽然公安局部门在努力奋斗中,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懂得控制自己, 不要使自己踏上了不归之路,给自己的人生写下一个抹不去的污点, 要时刻不受黄毒毒的诱惑,面对这些我们要说声的, 愿大家能真爱生命,踏上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, 愿大家能远离黄毒毒,乘着幸福的小舟滑向未来, 愿大家能走好每一步,展示自己活力四射的武则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